她好喜歡我 八十四歲 八十四歲 是 好有錢 有工資 餐餐煎雞蛋都煎爛 是 到天時熱 開風扇都扭爛爛爛了 八十四歲 是嗎 好有錢 一天就一天九份 十六份 有三年 五月 你家的 就去 就去 就有錢人仔 是嗎 阿爸 教了她 我天天又去討娘了 天天又去討娘了 太陽看就得了 阿爸 你肯穿條衫我去嗎 有些花花呢 花花 學媽媽的紅 好 你 你 一直 我们在看一遍阿 你很喜歡我 八十四歲 八十四歲 是 好有錢 有工資 山山 е 应该打6000克兰的哦 哎呦 我到天时夜啊 开封线的脑震兰的呢 打上去吧 是呗 好有钱啊 你只有一个九十年了 是的 有三年了 你一个 你家的 教会你教会你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看呢 这个有没有奶奶把这个事情移情称自己 到底是说说谁要嫁给这个老头子 啊超级有钱 风扇都开三档啊 尖大要吃三个 我看完这个视频呢 我是有点混乱 我是爱逻辑的吗 那我们再读一下文字的是吧 秒视频报导 12月2日广东湛江 湛江一名25岁的女子在家中逗奶奶 从今天去相亲 对方是84岁的老头 关键对方老头还喜欢他 89岁的奶奶一听对方只必自己小四岁 第二句竟然不是决绝反对 而是脱盒出问对方有工资没有 女子表示对方不计有工资 而且每餐鸡蛋还可以加三个蛋 尖三个蛋天热的时候风扇也能开到三档尽情催 最后女子问奶奶是否可以嫁 奶奶真的犹豫了一会儿 女子表示奶奶很操心自己的人生大事 她觉得孙女25岁还不出嫁太晚了 每次只要孙女去相亲她的热情打听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乐坏了 说家有一宝啊 家有一老犹如一宝 年轻人能陪着这样的老人真的是很幸福 评论奶奶看穿了这一切陪你染吧 奶奶到这个年纪了已经想开了 所以不会阻止你去追求幸福的 就是算94岁的老头 我看他也支持你 奶奶说要不我去 电风扇开三档这是有钱的老头子 奶奶耐于面子而已 我已读出来奶奶的尴尬 这有什么好笑的 不觉得悲哀吗 能不能嫁出去 能不能嫁出去 比嫁给84岁的老头还重要 奶奶说了这十年前随便花 我奶奶过双胞胎 我奶奶过生过双胞胎 前几前天我回去 他跟我说我也想生双胞胎 我那个已经痴呆了老奶奶 很郑重的告诉我 别生双胞胎 会很辛苦很累的 等等吧 就是我这里怀疑什么呢 怀疑奶奶移情了 把这个老头移情了 就是有一个朋友在这里 评论了一下吗 说奶奶的意思就是要不我去 是吧 花十年的钱吗 就是我还可以活十年 我还可以花他十年的钱 就是这个 其实奶奶恍惚移情成 这是我的老伴 我这个大思想家 出而不准失业农民共 我会给你们很震撼的 很多的思想 问题是呢 有时候你们听不懂 听不懂的原因呢 它不是怪我这个思想太高深 是吧 就是在于你的这个接受能力太差 脑子已经成了木陀陀了 脑子里都是水分了啊 所以我怀疑它是个移情的问题 这种治老有童心好不好 有人花很多钱给自己整容 就要自己永远维持那个 非常那个美好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年代 同生年代啊 青春年少 几乎是每个人的倾向 但人这个东西的边界是什么呢 就是人渴望这个 就是人热爱自己的现在啊 他当然也不是说对于青春年少批评 可能是一种这个很复杂的感觉啊 就是对于现在的非常的接受 拥抱现在啊 不是很渴望要回回到所谓的年轻啊 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批判 就精从脑嘛 啊 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 你说它是一种沉沦呢 啊还是一种愚蠢呢 还是一种懵寐 我觉得这很难说 就是满脑子就是谈恋爱 是吧 我们从老到右 我们从上到下 如果这一样一个一个状态 真的那就是个大问题了 我坦白的告诉大家 据我的观察是如此 是吧 我没有一个概率是多少 就是至死是少年 是吧 一个一颗恋爱脑 精从脑 男女皆如此 其实并不很美好的 是吧 我怀疑这个奶奶是有点疑情 疑情成自己了 另外一个如果说 开电风扇三档 就算有钱人 他投射出 他反映出我们的环境的匮乏嘛 我们的生活的清贫嘛 啊 再者呢 会员里面的这个交易啊 是个美好的东西 因为奶奶问公司嘛 不管是他想和人谈恋爱 还是这个他孙女要和人谈恋爱 他是很看重交易的 这个是个好东西的 但是这个被什么东西给解构掉了 也就是这个交易 是一种人权的开始 人权的最低层保护和设计 被什么总是拼命要解构这个东西 这个是老奶奶有智慧的一面 但是你有智慧的一面 在这里面你要警惕 他也是个陷阱 就他只是个底层设计 他只是个启蒙 他只是所有人生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会员的交易关系之外 还有巨大的空间 当然好多人把它发展成邪恶的空间 这个就出大问题了 发展成邪恶的空间的原因 就是我们对交易的这种解构 这种污蔑 这种诽谤 这种诽谤 交易很糟糕很差 我这个大思想家 就是给你们先说这么多吧 我怕你们承受不了这么多 爱你哟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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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